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安排了古增 然后我们安排了有香炉 然后我们在这个周围 放上了竹子 这不就是在都市里面的一个 丛林这样的一种氛围吗 看到这里会很想要来坐一下 然后坐下来就发现风这样吹 然后又有这个竹子 真的感觉很像在山里面 第一次在伊斯恩法会的展览上 有这样的体验布置 虽然一开始也有许多人 不敢走进现场坐下 但是体验过的人却充满着惊喜 其实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就是这明明是一个 伊斯恩法会的一个场地 然后稀来稀往的 可是就只是放了一些葡萄 然后竹子跟古增 然后坐在这边 其实内心好像就变得非常的平静 因为心中得到宁静 在文思修上才能更提升 这正是展场最大的目的 很想要一直坐在这里 然后在想说 这世界上会不会还有 像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然后可以一直这样子的坐下去 这样子 这样在生活中就是很忙 但是你都没有时间 好好让自己的心休息一下 然后就很开心就是 要不是师父 要不是有生团的话 你自己还是在外面一个 这些很庸庸碌碌的人 你没有办法好好把你的心灵提升 让你的生命改善 我想我至少有机会 未来的话 还可以得到这个下满人生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在刚刚在静坐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感想 即便只是这样的一个 意境的呈现 都让我们种下一个向往的因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意境很棒 然后很谢谢展场的设计这样子 片刻宁静 不在外在环境 而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内心 这也是幸福的开始吧 这就是这样子让自己的把手脱钙 我们想要试试一下 我们下个车的左轮廓